也试了一下 你看我现在体验了有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呢觉得这个胳膊这块特别人 可您也要问了 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在这儿蹭呢 还有人每天晚上大郎远跑过来 就是为了来蹭几下 比方的高度比较合适 按那个健身器材的地方 我曾经试过 它那个铁管都特别细 之前我还有点看不明白 现在终于明白 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栏杆上蹭 哪不舒服蹭呢 居然还有人蹭头和蹭脸的 我希望他们现在要必须理解 您要是拿这个蹭 就当做自己一个保健方式 你就错了 您真的错了 其实人体的肌肉要主动的运动 而不是被动的运动 那你就让那个蹭的好 那就跟按摩一样 大家都知道按摩能不能 给你起到缓解健康的问题 能但是不健身 其实蹭这个道理 跟按摩的道理是一样 因此我希望他们在蹭的时候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蹭完了 我问你练不练别的 如果你要是练别的 那我双手三成 如果您就紧高地蹭 刚才说我今天把身体全给蹭一遍 您干嘛不把这一点精神 用到去走步上 跑步上 爬山上 抖一些空竹 那些上去 看来我们很多朋友是走进了一个雾区啊 而且您看这个季节 秋天已经到了 很快呢就要入冬了啊 那在冬天 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中国有一句老话是春午 大家都知道 秋冬 没错 秋冬的时候就是 我不能穿两条裤子 我要少穿点 为什么呢 这样我冬天会不冷 但是现代的人的健康的问题的时候 我还希望大家 特别是老年人 千万在入冬的时候 不能用这句话 用完这句话的时候很麻烦 你比如说人一出来都这样 对 对很冷 因此呢大家都知道 人一冷 你就会跑厕所的次数多 知道为什么吗 就冷非热屁啊 对对 原因非常简单 人热的时候呢 他的身体都是张开的 他就会在更多地方 能存很多的水 但人在冷的时候 都是缩小的 很快要找厕所 一趟接着一趟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问题 当你在很冷的时候 又要去上厕所 你身体又软缩 可是我们现在 多少的老年人血粘稠 高脂血 高血糖 还有呢 血管动脉硬化等等 因此呢也就是说 一旦进入了秋冬这个季季的时候 就心脑血管病的高发 尤其是在早晨 是非常多的 因此呢 我是给老年朋友记住 只要出门 您穿多不穿少 哦 为什么呢 第一呢 你穿上了以后 他身体没有这种 软缩的这种状态 他就很轻松的 稍微一运动的 马上进汗 你身体越热的越快 水分跑得全身的细胞 皮肤和肌肉 包括血管之间的关系 就会出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 你大不了就是 把它拖下来 挂在那 我们得特别感谢赵老师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这个 剑骨操 这样一个全新的操啊 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 那么多我们健身方面的小方法 小窍门和一些误区 那电视机上的观众 也可以选择最适合您的一种 关于健身方面 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853379 最近您将在身边看到以下节目 老北京涮阳的 为